谢谢,要看一个财政预算案出来的后果 在民意的角度如何评分的话 都不能不掌握一下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前市民的期望 这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期望管理游戏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想象到当在第五波疫情发发 财政司长多番都要承认公众咨询好像都失效了 做了那么多事,想走的方向,想说话都说不到 整个气氛,市面的气氛都是一个比较仇云惨慕的气氛 这个是恰伴的事实,政府都要承认 多番的施政失效的背景,市民期望是很低 于是乎政党或者代议事或者不同的民间团体主要发声的 这个焦点很快,你看到过去的十四到二十一天 就变成了港派钱,而是喊价而已 五千,一万,一万,一万五,第二就是现金 还是给电子消费券呢,其实那个选项已经去到那么窄 所以从期望管理的角度,今次的财政预算案出来划牌一门 唯一争拗点呢,留意到这几天的讨论都是 不论是市民的电话,记者的问题 或者代议事今早在财委会的特别会议 去主要是质问财政司司长或者查询 现在都很少质问了,今时今日的行政立法关系当中 为什么不派钱啊,但你见到都是鸡香疏养 不是真的好像刚才的龚兄那样,是很聚焦讲均负的问题 讲在最困难的时候,政府有这么大的储备的支援 底下怎么可以做一些大都阔府的结构性的 有些计划的部署去到改变 这一面讲就是我们不能够这样花钱 所以这一次过的措施,一样东西都是一次过的 见步行步,我期望管理上不论是政府的角度 或者是民间的角度,都是聚焦在那里 所以当你开股的时候派一万,大家就可以关机了 昨天国财政院讯案,看完那位之后 走开一会儿都无所谓,大家可以停了 基本上拿到一个主要讯息 是怎样派法,何时派的关係 如果你想再讲得比较进取一点的 为何18岁以后不派呢 今时今日打得这么辛苦,小朋友不辛苦吗 家长要照顾小朋友,小朋友不辛苦吗 小朋友可能需要多些资源 在一个这么困难的时候,暑假又被逼早放 然后夏天又要8月,回到8月中 你可不可以在资源上,家长家庭都想买多些玩具 或者其他方法来鼓励小朋友 另外那些钱可能留在家里现金的 就可以交足或者应对一些突然期来的开支 特别是今时今日,大家可以想想 有些家庭,幸好有人送一包特派的测试包 但知不知市面上一包一盒子有百多元的大佬 一包一盒一盒是百多元的 如果企有五个人,一家大社加上一个姐姐处理的 那你已经在讲没有多个月了 那你还要日测试,可能有些朋友没办法的 可能他都要照顾一下他公司或者其他朋友合作上面 不想令大家担心的,他一天就一讲就可以消百多元 那这个一万元的消费券或者尤其派言金都现在不是 是杯水车身,是一个没有软件,不踏实 是一个健步行步,然后包装成为一个叫做抗疫的预算案 你可能见到最后只是讲着重点就是派过一万元 给十八岁以上的香港人 满足了一个大家可能已经没什么期望的 对这个财政预算案的一个这样的诉求 那就走了,他的其他优惠的措施 永远都是这个问题的,这个香港政府当然是大小超 讲真一句,如果你比对一下中产的家庭拿到的优惠 同基层的家庭拿到的优惠,我用优惠讲一下 是差很远的,真的差很远,现在可能再难讲一些基建工程 各方面因为难预测,所以这次也没什么特别的着物 在这些地方上面,所以这个财政预算案 其实是可以今届政府最后一份面对疫情的困境 本来都帮了陈茂波,可以做好期望管理,大家期望这么低 所以这个出来的结果就相对较好,但都是相对的 大家见不到一个,欢天喜地开炮掌烧烟花的一个社会反应 我觉得好过没有,快点给钱来,比现金最好 是这个反应,所以你见到今次的民意调查结果 我不会觉得好突然,我都见到刚刚刚分析那些数据 跟现在这个数据做一个的缘结的话 就会知道其实大家的期望这么低,所以你派到一盟 大家就当是这样,结果就是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 不论对他陈茂波本人的文明而言,或者对财政预算案本身而言 就是一个平稳的结果,假设的问题,或者大家想假设一些 去思考一下,如果他昨天拿不到一万元出来,那就倒市了 就是他那个所谓民望指数又好,或者财政预算案 那个满意度都会倒的了,基本上是一件这样的事,收责了一个这样的位置 有些分析认为今时今日的香港政府的管治,民望是很差 表现是很令人愤怒,失望已经派起了给他,是愤怒 一个这样的表现,的时候呢,其实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在这样的气氛环境下,这一万元可能只是一个想口费 就是怕大家吵得太厉害,不只躺着大家,丁一丁 就是过得一日丁一日,过得一时丁一时,过得几个月, 就几个月反正他都缓戒了,今年六月底 这个就是我对整个财政预算案的期望管理 还有最后管理的焦点在哪里,整个气氛包括 南法机关的配合,政党那些团体的配合 就是最招手在这些位置,但是长远来说 是不是对香港的经济结构贫富懸殊 因为这个长远来说香港的深层结构性的问题 而在公共财政的处理,在财政预算案上 是永远都重复又重复,是无任何的改变 改变或改善的空间可言,在这样的困境下 我亦都很特别关注到,如果我可以再引伸一点点 就是因为现在讲到打仗,全城抗疫 在这样的气氛环境,主船率下,很多事都要被压倒 压倒性,被压倒就走一边了,包括先公兴党的问题 我刚才所讲的都被压倒的,一定会,不是主船率 不是主船政府都不会拟,在这样的气氛环境下 但是你压倒的时候,很多的问题 是可以透过一连一次的,起码这个财政预算案的讨论当中 是可以有系统地去再检视,再提出的不同的看法和方向 但你留意到,先前做的美调查,一般的市民觉得没影响 是吧?团体觉得没影响 基本上政府就没人影响到它了,大家的感觉就是,其实有什么可以做到呢? 是一个很奇怪的,表面上有公众资讯会听意见或回应的市民 但实实在在,大家不会觉得有什么实际的效能,效用在这里 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头,脚痛医痛的 是一个很无方向的一个财政预算案规划 而因为要压到一切,所以今年的立法会还说 那些叫财委Q呢,俗语所谓的,关于财政预算案的 立法会议员提及的问题,是大幅被压缩 去到九百条,即每人十条 每一个张超红都可以问到八百几条问题,坦白 只是写幅的,他只看写幅的,都可以问到八百几条问题 那你真的觉得那些议员又好像OK 现在这个外国者治港的大原则底下 大家又跟着那个主船都可以跳动 然后觉得,好啊,哦,听话都不得了 那我就引颈以待,看看那些九十位这么精銳的议员 可以问到什么问题出来,可以帮到市民把关 这个政府就是,我不行,我们要打仗,所以你不要问多问题都可以 即是,可不可以这样做老师,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不行啊,现在网上受誤,你不要问多问题 我不想回答你的问题,行不行呢 那个问责在哪里,那个原则的精神在哪里 你连问都要这样压缩 你可以说你问,我尽量回答,回答不及再回答 这个反而合理一点,现在连问都不许问 问少点,问得简单点,不要烦到他们 即是,如果你说想透过一个管治的改革 完善了,引号引住,完善了这样的改革之后的行政立法关系 加向市民问,透过财政预算、施政报告等等 去推动政策的改善,民生的改善 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结构性的矛盾的一个舒缓的玩呢 是完全做不到的了 我还想问大家是否在澳门的路呢 将会,现在已经开始了 就是每年,财政预算、施政报告 都在讲我们今年拍的一次 大家永远就聚焦在那里 一个这样的城市,所谓国际金融中心 到最后走到这一步 其实大家每一年就望天打掛 有两滴水来,给多些来,不同的方法 给水,但也给水,是这么多的 这样的日子,是无法令到香港有一个 现在大家说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下面 没有一个新的天地,是落得只是透过派钱 暗口,鼓励大家短时,鼓励大家 鼓励大家回避一些核心主要的问题 这样的管制环境是令到大家的期望越来越低 但期望越来越低,你要满足这些低的期望 就相对更容易了,是吧 所以慢慢来,不要计计我这些问题的问法 和民主的问法,再不能够简单的说 几好啊,这个数字都不差啊 Paul Chan又高了些分,那算是这样的,给个like 不可以再这样看这件事 因为我们在香港这个地方 比较成熟透徹的香港市民 就不能够简单单看一次半次的财政预算案 时候的一个数据的升跌 来简单做一个很快的结论 我依然坚持这份财政预算案 在这样的环境,期望管理得这么厉害的情况下 只能够做到派一粒糖,给几粒几滴水 做一个想法的作用 但所有的问题依然是完全没有处理得好 或者处理得到的,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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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